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报中心主任就提到了 台湾年平均规模超过6的地震是2.5个 不过今年已经多达8个了 那么整个地震的活跃度是往年平均的两三倍 中央气象局局长证明点近日也发文指出台湾真的在动 提关点先前多次讨论过 而我们今天再度透过得奖作品来聚焦地震 今年全球华文永续报导奖 专业组长片类的首奖大震之前 就直指台湾地储地震带 遍布了36条的活动断层 不过这只是中央有公布的 依照学界的推估 据说多达四五十条之多 到底还有多少隐藏满的断层没有被发现 我们将深入讨论 而天灾之外还有人为的威胁 台湾积极在推动能源转型 在离岸盖了很多的天然气接收站 不过追求率虽然看起来一片美好 是不是有可能反而会让西海岸消失 沿岸的土地遭到淹没呢 专业组平面类的首奖商业周刊团队 也做了深入的调查 而我们首先来看的报道 就是东森新闻团队跟着学者专家 看他们如何运用光鲜科技来探索 米轮断层的秘密 不要加油 撑住一点 我们现在拍点小屁很快的 就要过去了 小屁啦 还有一个 2016小年夜 高雄美农地牛翻身 连带引发第二主政 镇央落在台南 住商混合的围观大楼 硬生倒塌 原是保护身家的钢筋混凝土 成为压垮身躯的祸害 115人受难死亡 可怕的巧合是 两年后花莲 同样是2月6日农历年前深夜 规模6.0的强震 把统帅饭店 云催大楼震垮 17人罹难 282人轻重伤 这次的货源 是科学家眼中 既诡异又杀伤力极强的 米轮断层 这是2021跨年倒数前的花莲48台地 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在米轮断层带上 他是马国鳳中研院特聘研究员 也是台湾地科中心的首席科学家 他正带领中研院 工研院以及地热钻摊专家 要把米轮断层的秘密 从700公尺深的地理下带上来 这是新的主题 这是全台湾目前唯一第一个 实际上是全世界第一个 下断层带的光线 算出米轮断层的地震周期 这个念头在马国鳳脑中 回荡无数次 因为米轮断层的错动 带走太多生命 而且它神秘难解 随时还会再活动 我们现在是讲米轮断层 那外海的那一条 在一九二零年发生八点零的地震 但是它的浅势 也有可能最高到八点七 但我不太确定 它什么时候会发生 但是这么大规模地震 到台北都会区 到台中 事实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有记录的米轮断层活动史 从一九二零花莲大地震 到一九五一年花东纵谷地震 再到二零一八花莲强震 百年之内三次错动 死伤无数 要了解它最好的方法 就是钻一口七百公尺的深井 再把地震仪放进断层带 这是全球创举 更是浩大工程 就是这根金属探测棒 要装上光纤 随着圆形套管 深入地底带回讯号 长达半年的钻井工程 现在准备就绪 期待的一刻 老师有比较安心 不知道 刚刚只是 当确认讯号回传正常 马国鳳总算松了一口气 因为全世界就有台湾地震活动 这么的活跃 所以现在摆IDAS 这些工作 其实欧洲美国都做了很多 日本也做了很多 但是真正把 把这些讯号 用地震的观测 去解析更深入的东西 台湾可能是最佳的机会 台湾位储地震带 遍布三十六条活动断层 上一个世纪 有三次大地震 从1906年梅山地震 1935年台中新竹地震 再到1999年 撼动中北部的 积极大地震 震伤似乎注定与台湾共存 但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教训 我们说在进段程度地震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种叫做 高脉冲周期的震波 这个高脉冲周期的震波 我们在极力地震 其实有发生 有看到 它周期大概就是 三秒到四秒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 很大的叫做pause 这个pause作用下去之后 它会把你的建筑物 往一个方向带 带到很远之后 这把它的瞬间带回来 你就想像是我甩一个毛巾 我甩到最过去 再带回来 但是那一瞬间 如果带不回来之后 房子就倒掉了 周中泽比喻的甩毛巾 叫做自然震动频率 指的是一个震波 造成建筑物来回摇晃的时间 这个频率其实有数学公式 可以推算 通常十层楼刚好是一秒 11层楼1.1秒 以此类推 到了15层楼是1.5秒 这刚好与我们担心的海沟 以末代地震震颇相近 将会形成可怕的共震 造成摇晃时间更长 震度更大 灾害当然也就更剧烈 不巧的是台北盖了好多大楼 最常见的层数是15层 15层的大楼周期就是1.5秒 所以我们以末代地震 1.5秒的坡非常丰富 盆地这些土层 1.5秒的坡会放大 更不巧的是 我们的建筑法规定 50公尺 大约是15层楼以下的建筑 不需要结构外审 因此这个高度的大楼 比比皆是 而且屋林超过30年的 更令人担忧 所以我也常常跟大家说 如果要换屋 尽量避开这种地下室一层 然后你的高度就 14几公尺 那是我们规范目前的盲点 这么多年来 有这种问题的房子也不少 我们台湾的态度比较偏向说 你不要告诉我风险很高 这样子我日子过得很紧张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你不要把眼睛蒙着就说 我没看到 所以它不会发生 等到碰到再说的时候 有时候为时已晚 油患意识不足等发生了再说 一直是我们面对 天然灾害的鸵鸟心态 我们重回2018花莲大地震现场 当时重伤的七星潭大桥 已经补上钢梁 但沿路踏查发现 在断层带上 依然是形形色色的民宿 而且越盖越多 宛如地震从来没有发生过 像比方说这些法规 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比方说带个冲锋在附近 为什么还可以继续盖 对啊 对 这些都还要讨论 米伦断层被认为是台湾 未来三十年内震动机率最高的一条 活动断层 它有一半在陆地 一半在深海 它的运震构造极为特殊 科学家致力解谜计算周期 在此之前 我们真的应该强化震灾意识 提前做好准备 地震的不可预测 对于人类来说 一直都是非常重大的威胁 所以从古至今 很多的科学家持续的都在研究 能不能够找到提前预警的方法呢 在我们刚刚看到的 大震之前系列报导当中 我们就知道了 科学家现在是运用光纤 潜入到地底下 希望能够找出解方来 另外台湾有哪些断层 特别具有威胁性呢 马上来请教专家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中研院地球科学研究所的 黄信化博士 黄博士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知道您是地震专家 同时您有一个研究 非常有意思 您研究过这个 黄石国家公园的岩浆库 还有呢 我们先前提湾点也介绍过的 大屯山的岩浆库的研究 您也有参与对不对 不过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断层 下次有机会 我们再继续来关注火山 地震等等的相关的东西 这个断层的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中央公布的是有36条 可是有学者主张说 应该有四五十条之多 为什么会出现一些 所谓隐藏版的断层 没有公布呢 而且特别要注意的 有哪些断层 OK 您刚才这样讲就是 断层 台湾的断层 绝对不止36条 或是39条 那个公布的断层 但是因为断层要被定义 然后被官方公布出来 是需要一个严谨的考核 还有要很明确 地震所才会去公布它 当然我们学界的学者们 就会一直持续的去做一些 关注和研究 这个差异主要是来自于说 可能有一些断层是 学者用一些研究方法去 或是地震方法去 知道说这边可能有个断层 他就说这边可能有个构造 或运震构造 但是毕竟中央地质调教所 他也没有公布成一个 官方的活动断层 所以他可能就会用运震构造 去称呼他 当这个断层越来 或是运震构造越来越明显 证据越来越多的时候 中央地质调教所就会开始把它 比方说开专家会议 然后把它整合 然后公布出来 所以他是一直有在更新的 只是说现在比较慢一些 就是跟在学界的后面 学界现在有看到的 或是陆续研究发现的 可能是40 50条 但是公布可能是39条或36条 但是我相信 这次这些地震的发生 就会促使他们继续去 更新他们的活动断层的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有公布的36条 但是所谓的运震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这个就是学者公布的 未来50年台湾运震构造的 发震几率图 对不对 好 这样我们就了解了 这两张图 我们要怎么样来对照 怎么样来看 不过博士 我们知道 您也参与了新一代的 地震预警系统的研究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刚刚在报道当中 有看到了 用光纤 然后下到这个断层带去做研究 这个可以说是全球首创 马老师也讲了 但是把这个技术引进台湾 据说就是博士宁 对不对 我们平常在这个生活当中 其实都会用到光纤 我都没有想到说光纤 原来也可以变身成地震仪 而且据说用来监测地震 它的范围更好 而且比传统的地震仪 据说可以大上百倍之高吗 基本上是说它的解析度很细 就是传统上地震仪 我们摆在地面上的话 它通常是几公里到几十公里的 这种斩距 而且这种间距 但是光纤它是一条连续的线 所以当我们接上 很高科技的光纤的雷射发射仪之后 我就可以把整条光纤 变成大概每公尺 或每数公尺一个地震站 所以它一方面光纤 已经遍布在我们生活中 我只要能够接上去 我可以把光纤网络 瞬间变成连续数公尺的 数公尺就一个的 这种地震站的阵列 所以它可以提供 非常高的解析度 比起过去的地震观测网 以这张图来讲的话 是不是也帮我们解释一下 它可以持续打出什么 雷射光 对 主要我刚刚讲的 雷射发射仪就是这一台 它不管 它只要接上任何一台 现存的光纤 比方说你们家的光世带 那种在墙壁里面的光纤 它只要接上去 它就会很高速的发射雷射光 然后去回收这些 从光纤染线里面 回传的那种微弱的坡 通过这些微弱的坡的分析 它就会知道 这条线上哪一段 现在受到的震动 这个震动当然有可能是人为的 有可能是地震 所以我们就还需要去分析 但基本上它已经可以 把光纤染线变成一个 监测非常敏感 微弱震动的地震仪 这样的工具这样 那这样子听起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狂想曲 我们家里既然都有 什么光世带 什么什么这些光纤 那我们在家里头 有没有可能运用光纤 在家里就预测到说 快要地震了 未来有这个可能性吗 这应该算是我们的梦 我觉得是有这个潜力 是有可能的 当然这个过程还需要很多的 克服很多的技术上的限制和困难 比方说这个光纤 它要能够进入到微弱震动 必须要非常好的 粘贴在地面或墙壁上 但是我们在家庭里面 或者是一般建筑物里面 或者排水沟也好 这些光纤它本身的状况 我们其实很难掌握 它有可能有一段是悬空的 有一段是紧贴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 往这个方向前进中 但我们也希望说 如果我们能够克服 或是辨识出不好的熏陶 然后留下好的熏陶之后 这整个光纤网络 都能够被我们所用 变成一个地震的观测网 这样的话 我们观测的精细度 绝对是远远超过过去的 十倍甚至一百倍 是有机会达到 所以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 那么中央电影局 其实先前 也有在这个脸书粉丝团发文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所谓的发震几率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未来50年 整个规模大于6.5的地震几率 百分之九十九 然后规模大于6.7 也有百分之九十四 好 专家指出说 这个几率图 当然不是百分之百 非常的准确 但是极具参考价值 我们先看一下TVBS 先前所做的报道 2018年2月6号 花莲发生规模6.2强震 把花莲云翠大楼震垮 像是被轰炸过后的废湿 没有一块地是完整的 救难人员冒着生命危险 在断源残壁中 想尽办法将受困者救出 近来花冬地震频传 许多民众也担忧 是否会有更大的地震发生 气象局近日公布 全台四十四条断层的 发震几率图 台湾在未来五十年 发生规模大于六点五的地震 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规模大于六点七 也有百分之九十四 而在东部的米伦断层 就是台湾最活跃的断层 未来五十年内 发生规模六点六地震的几率 高达了百分之八十八 面对这一条蠢蠢欲动的断层 地球科学家们都不敢掉以轻心 米伦断层它基本上 最主要的是 它在外海有一个构造 这个外海的一个断层 然后牵动了它的行为 台湾地震科学中心 首席科学家马国凤团队 2015年发表了发震几率图 的确有参考价值 因为米伦断层就在2008年错动 而从图表上也可以发现 台南中洲构造 发生规模六点九以上的地震几率 是百分之三十九 另外南宜兰构造 台南六甲断层等 发生规模六以上的地震几率 也都超过三成 就怕强症一旦发生 会对人口密集的都市 造成严重灾害 西部的话当然就是 迦南这一块 你可以看到 整个的断层是非常非常的密集 但是因为它在内陆 然后它又在本身的 盆地的这些影响 住户又比较多 就是一般的住家比较多 人口比较多 它的冲击 就会比外海还要严重 东周构造 它是为在这个地方 它是有着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高的一个地震几率 是高达百分之二十六 那个南科 其实也就是在中周构造的附近 相对应的地震风险上面 可能会造成的 对于全台湾的影响上面 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不只在东半部地震频繁 西部陆山带更有许多活动断层 不过专家也指出 用科学方法做出的几率图 并不是百分百准确 地震的预测是非常困难的 几乎是还没有人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只能用几率 这种方式来提升大家 对于地震灾害的意识 而我们之前所看到的 大震之前报导 我们也知道国家队 他们用的是光纤 进入哪里呢 米轮断层 最主要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台湾未来五十年 台湾运震构造的发震几率图 就标注了米轮断层 发生6.6规模的地震几率 高达88% 好 跟米轮断层有关的地震 有哪些呢 大家记忆有些 包括1951年 花东纵谷系列地震 连震了两个月 有四个规模都大于7的强震 2018年这个 我相信更多的观众朋友 有印象了 当时花莲规模地震是6.4 而且大家印象最深的 就是统帅饭店的倒塌 对不对 好 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 我们要请教老师说 刚刚这个表到底要怎么样来解读 还有在报道当中也特别提到 除了米轮断层之外 要注意的还有台能的中周构造 这又是为什么 OK 基本上可以说 米轮断层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 非常特殊的断层 它刚好临近海沟 又在我们板块边界上面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东部的中国断层 是板块的便捷 偶尔岛板块跟菲律宾板块的便捷 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构造 然后它可能连接到了海沟那边的 大型的构造系统里面 所以它其实本身并 满特别就是它比较容易被 附近的一些地震和断层所牵动 这也是为什么它这次 好像1951年破了之后 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面 它又被触发了一次 所以基本上就是因为它这个 高重复性的特性 然后让我们决定去钻这个地方 就是钻下去 看看我们能够看清楚 断层里面更细微的构造有哪些 还有它为什么跟别人不同 对 至于刚刚提到的说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 在西南部的中宗构造 同样的也是利用台湾地震模型 所估算出来的发震几率图 可以看到因为米轮断层已经破了 最近2018年破了之后 它的几率应该就会下降 或是下修 那接下来的第二位或第三位 就是变成西南部的中宗构造 或是木基寮 六甲断层 这些目前几率在30到40左右的构造 那基本上这个构造就是利用 它上一次历史记录里面 或是我们地震观测里面 最近的一次什么时候发生 还有它的断层的长度 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去推估的 对 原来如此 不过今年的这个917 918 花冬的地震 其实跟米轮断层倒是没有直接相关 对不对 反而是跟中央山脉断层有关是吗 然后这个中央山脉断层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并没有列在所谓的 中央所公布的这个断层里面 所以还没有正式入列 但是它却相当的需要注意 是因为中央山脉断层 它其实没有在地表上 有很明显的特征 反倒是纵谷断层比较明显 就比方说如果我们看这张图的话 这边是纵谷 花冬纵谷的地方 那这边大家比较熟知的是 向东秦的这条纵谷断层 但向西秦的这条中央山脉断层 其实是相对来说地表不明显的 你在地表是找不到 或是很难找到它的破裂的证据 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地质调所 一直没有把它列入对象 对 但是从地震来说 因为地震就是地底下发生的事 我们透过地震的活动 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所以像这一次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证据说 它已经坡在这边 然后很明显像西秦的地震的活动 它就很难被归认为是这条断层 因为它的位置就在这边 所以就会引起大家 对中央山脉断层的注意这样 这个东西其实在过去 2003年跟2005年的成功地震 就有发生过 像2003年的成功地震 这个很明显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东行的地震 余震的分布 所以就是重谷断层 但同时它在这个地方 有引起一些小小的余震 那到了2006年的 北南地震的时候 也就是台东的南边 我们就发现它有一个 接近垂直而且像西秦的余震 那同时带来了这个 像东行的这个 重谷断层这边的地震活动 所以陆陆续收集这些证据 可以说明就是 我们这个中央山脉断层 应该是存在的 那它跟重谷断层 是有一个互相牵引的关系 所以这次发生的时候 气象局很快的这个定位结果 也可以看得到 虽然主要是由西的 这个余震的分布以外 它也有规格一些 重谷这边的地震 所以我相信很快的 就是中央地震 就会开始去重视这条段层 然后想办法把它 列入这个活动段里面 但就是说 它的地表证据 还不是很明显 还需要透过一些 专家会议的研讨 才去公布这样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以免震晕了 但稍后要告诉大家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人口稠密的双北地区 也有一条非常值得注意的断层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提关点 最有可能造成 人口稠密双北地区地震的 很可能就是山脚断层 好 这一段部分我们要来看 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大呢 继续来看的是全球华文永续报道奖 专业组长片类的首奖 东森新闻团队所做的第二段报道 山脚断层从新北市树林 通过新庄 泰山 五谷 到台北市的士林 北投 最后从金山延伸到外海 它是一条正断层 地质特性是万一错误 人口密度极高的台北市与新北市 会有大规模下陷 国证中心不敢轻忽 那你现在来看的 它的三角断层 如果发生一个规模 正确规模6.6的地震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人员伤亡 从这边图上就可以看到一些 建筑损坏 人员伤亡 还有一些桥梁损坏的一些 凝固资讯 这种浅层的地震 如果在大台北地区的周边 我相信双北会像打保龄球那个帅一样 就倒了一片全部倒 这是我一直很担心 根据地震灾害管理中心推算 如果山脚断层南断 人口密集区发生规模6.6地震 包括新北的五谷 三重 渡州 还有台北的士林 中山 大同区冲击最大 建物破坏会有4400栋 人员伤亡4100人 更令人忧心的是 紧邻山脚断层 已经停工的核二厂 里面还有大量核废料 怎么办 它这个满载的状态 就是超过延远的设计 所以你的楼簧的结构上来讲 听说已经有点受损 这个东西又更麻烦了 如果地震来 你那房子倒塌的话 那整核未来就出来了 那我们往我们的右手边看 大概就是三角断层 最靠海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说 眼前是一片宽阔的平原 接下来后面紧邻的 就是一个山跟丘陵 在三角下 它的线形来的话 即使我们如果有办法从地形来看 那是一个非常值得直线 地震预警最重要的是计算周期 三角断层什么时候错动过 一直是个名 他是林明胜台大地质系博士 曾任职中央地调所 黑框深度眼镜 运动裤配上围盒的衬衫 是他的标准穿着 很少有人知道 921奇迹大地震发生前 他曾提出预警 却也因此失去公职 丢了乌纱帽 所以我在920当天 我就发表了说 台湾中部大地震 然后就把文章寄给地球物理学会 然后我当天晚上就大地震 那我在20年前讲的时候 被报纸上登出来 就是妖言惑众 他是鸡童 然后我们所长就说 我觉得你不应该再留在公家体系 背上围言耸听 制造恐慌的罪名 林明胜黯然离开地调所 进入学界 但他继续研究断层 而且锁定的正是北台湾 文之色变的山脚断层 这个地方其实是在金包里 那当初的水是从这边沿上来 研究徒子讲的是 1867年基隆金山海啸事件 林明胜认为跟山脚断层有关 他进一步找到一份重要文献 发现日本矿物学家 钢本耀巴郎 曾记录金山的金包里 发生过大地震 文献提到同治六年 流氓山出现巨大声响 随后大震动 连死伤灾损都巨细迷移 林明胜进一步指出 这张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图字 记录了1694年 也曾有一起强震 造成台北陷落成为湖泊 这跟地质学家认定 山脚断层一旦活动 双北都会下陷的推测 不谋而合 地震灾害研究中心 模拟山脚断层错动 北部都会区都会笼罩在强烈的震波当中 很难想象超过百万户 关心他威胁许多公共设施和民宅 大家的危机意识明显不够 你明明知道就是有一条正断层 它曾经发生过1867年的海啸 它是一个正断层的活动 而且它非常的靠近这条断层 历史可以渐往之来 地震具有重复性与周期有关 当前科学家对山脚断层的了解 依然不够 普遍认为下一次错动 应该在300年后 但这仅仅是猜测 地牛什么时候翻身 会不会被其他断层引动 都是未知 更是生存隐忧 好 刚刚从报道当中可以看到 三角断层的确很有可能是 双北都会区一个很重要的卫报弹 好 听说如果真的地震的话 会有16个行政区都受到影响 而且震度可能达到7级以上 是直下行的地震 等一下我们请老师来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直下行的地震 不过先看这张图就知道了 这个影响的范围 桃园有龟山地区 那么至于新北地区的话 要注意的是三重 卢州 还有五谷地区 对不对 台北市的话据说是中山大同 这些地方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请问一下 三角断层真的有立即的危险性吗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难回答 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 它什么时候会发生 但是如果我们利用地震的几率模型 发震几率这种方式去推估的话 三角断层以目前的结果来看 是相对来说没有这么样的立即的危险 因为如果参考刚刚那张图 它大概在5%到10%的几率这样 所以没有立即性的 在错动的危险 但是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忽视它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完全就是穿过 或是避临我们的台北盆地 像这种如果到时发生 就直接在你脚下正下方的地震 我们叫直下行地震 这种像在日本就有很多 在东京区的下面 因为以末板块关系 产生这种地震 这种直下行地震的特征 其实就是因为它非常临近 而且直接上来 它的地震波并没有经过 一定的距离的衰减 所以它很容易就造成 非常强的震动 再加上我们台北盆地 是一个有冲击层很厚的盆地 很显然会再加剧 它的放大的震幅 所以可预期就是 如果它发生的话 应该是非常严重的 特别加上我们这个地方 有很多老房子 或是屋林很久的这种建筑物 所以是非常需要 即使它的在线周期还不高 但是需要严加的去考量说 到时候的 如果发生的应对要怎么做 这个围绕建筑的部分 其实是相当的危险 而且双北地区真的不少 所以请博士来提醒大家 如果说我们还是要住在 我们就住在这边 那有没有一些 居安思维之道可以提醒大家的 就是就像我之前讲的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通过一些科学的手段 去了解它 当然我们并不能百分之百的预测 至少目前的科学还做不到 但是透过机率模型 我们能够大约知道 它的在线的进程到哪边 当然在线周期这个机率 也不是百分之百 就一定是正确的 但至少给大家一个民众一个数字 还有一个可能的机率在心里面 就像我们看天气预报一样 对不对 就是明天下雨 未必就一定会下雨 能做的事情就是说 去了解我们地底下的这些东西 比方说地震模型中央山脉断层这种 可能还没有被官方公布 但是透过这些陆陆续续的资料 去多了解 然后多知道这些概念 还知道你所在的地方 附近可能有什么危害 包含断层的敏感区以外 有可能火山 大同火山在台北地区 就是一个另外需要考量的天灾 另外就是山崩 可能也是要考量的天灾之一 所以我会觉得说 居安思维就是尽量平常的时候 就重拾自己这方面的知识 然后多了解你所在的家附近的 这些可能的危害 然后当然官方的单位 还有学界都会继续努力去做研究 然后就是能够紧密的 跟这些资讯做连结 然后去update这样 先前地震频繁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发布了很多 所谓的要做好很多的防震准备 所以真的不要轻忽 地震我们当然都知道是天灾 不过在台湾其实所谓的人祸也不少 稍待一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商业周刊的新闻团队 他们所做的一个报导 他们说台湾的西海岸 有可能要消失了吗 马上回来 好 后半段节目 我们要来关心的则是 台湾的西海岸 真的如同报导的一样 即将要消失高达七成之多吗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云林打卡景点 台湾梦幻沙滩 是不是即将不复建了呢 好 今年全球华文永续报导奖 专业组平面类首奖 商业周刊团队就以消失的西海岸为题 做了专题报导 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而且海岸线的消退居然是跟天然气接收站 大有关联吗 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就是商业周刊总主笔 吕国珍 来告诉我们第一首报导 恭喜国珍获奖 但是真的是得奖专业户 凯文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好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就是你们整理的这张图 非常的仔细 其中就看到了西海岸的六个天然气接收站 居然会埋掉六个自然海岸吗 举用就包括了桃园的大潭藻礁 新北的巴黎海岸 基隆的外木山海岸 云林台西梦幻沙滩 我们刚刚提到了 还有高雄海岸 以及台中港沿岸 这其中有哪个地方让你觉得 你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最为触目惊心 问题最大 我们觉得问题最大的 第一个是基隆的外木山 那里会有七万个珊瑚 还有基隆剩下最后一段一点多 公里的天然沙滩就会因此消失 那可能有四分之一的渔获会受到影响 那这是我们觉得忧心忡忡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看这张图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很纳闷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想做这个题目的是 台湾同时在这么多地方 六个地方在填海照录 那我们整个台湾的西海岸的 这个海岸线大概只有864公里 可是已经有5807丁都填上了水泥 就变成了人工化之后 为什么我们同时又要填这么多的海岸 要把它做成水泥化 那其中还有中友跟台电 都自己要各盖一个天然气接触站 这是我们比较不解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会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海岸线 我们的小海以后看到我们海岸线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最触目惊心的是 我们到了高雄永安这个地方 一个永安一个海岸线 其实经过了盖了第一个天然气接触站之后 竟然整个海岸线就变成全部都是 一个半圆形的一个沙滩 那真的是 看到你的资深记者拍了一张照片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看起来很像是得了海岸之癌 对不对 你讲的就是这张照片 对 这是一个 是个高科大一个学者 澳洲一个学者 去看了这个海岸之后 他从研究海岸的专业之后 他说这个就是得了一个海岸癌症 那为什么叫海岸癌症呢 它就是本来 它是一个两三百公尺长的一个沙滩 那你以前可以走到外面 然后可以摸蛤蜊 可以很多贝勒在里面生活 结果因为远方那个天然气接触站 一盖之后 它产生了所谓的土体 跟侵蚀的效应 结果沙滩就慢慢不见了 慢慢不见之后 人们先开始在所谓的 海岸防空岭这一带 开始堆所谓的消波块 那就堆了很多 结果又被大海卷进去之后 它才从远的地方 10到50公里的外海 去填消波块 所以我们现在每看到一座 这样一个个排下来 其实它会花了两三亿这么多的钱 上千块的消波块就填在海里面 然后它会产生一些 把沙子再把它慢慢聚回来 所以都会变成一个半圆形 半圆形 半圆形 所以它本来是没有沙子的 当然这个工程是有点效果 可是这就会变成我们的小孩 长大之后会觉得 我们海岸以后就长成这样 外面有一个消波块 然后都半圆形 所以观众朋友看这张照片 不要以为说这是什么打卡景点 是一个特殊的设计 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 对不对 对 这是我们自然沙滩消失之后 全部填成消波块之后 长成的样子 然后它会每年不断的消波块 又会被掉到海里 然后又不断的又把它填回来 所以可以绕四分之一个地球 我们已经花了一千多亿 等于我们在衡量 我们的经济效应的时候 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不断的去做水泥块 好几吨的水泥块 一颗好几吨 然后不断的海里丢 然后每隔几年就把它丢下去 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然后以后你就会认为 我们海岸线长成这样 那我刚才说的 我们有864公里 有587其实长成 都是类似这个样子 所以也就是你们换算之后 就是说会有将近七成 真的是都出问题了 已经消失了 是已经消失了 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可是很多人马上就会说 经济发展跟环境保护 本来就是两难 那在中间要找一个平衡点 如果它是必要之恶的话 那很可能我们还是要做 好我们就来问 这些是不是真的 所谓的必要之恶 但是你们在报导当中 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质疑 说台湾真的需要 那么多的天然气接收站吗 而且根据你们的深度报导里面 特别提出来 根本不需要两个地方来干 一个就是桃园 一个就是基隆的外木山 你们的利润点是什么 对我们来看这张图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两个点距离这么近的地方 其实本来就有一个已经在填海 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 我们还需要一个台北港 那我们台北港到现在还在长大 不断的在填海造路 所以它一直在往外涨 所以我们台北港 某些地方其实是有侵蚀的 我们在巴黎海岸 其实是被一直侵蚀进来 所以如果你经过六四的时候 你会发现六四快速道路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 就要壮阔也好 就海岸线还不断的逼进来 事实上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还是在外面的 是因为我们填了台北港 长出去之后 老天又从这里要了土地回来 那当然淡水河口就被淤积了 它有一个作用在 那我们就去问这个问题 事实上早在 我们在兴建大潭跟外幕山 这两个天然气接收站 之前其实行政院 已经有做过讨论 是认为我们应该 让中油跟台电一起合作 我们只填台北港 我们在台北港 已经造的一些陆地 我们好好去利用 共同去做一个天然气接收站 不要台电做一个中油也做一个 这荒谬的地方是像台中港 我们也同时要盖两个接收站 我们台中港已经有一个接收站了 就是中油的 可是这里台电也要盖着接收站 这就变成是一个国家 很奇怪的地方是 我们在北部同时盖两个接收站 在台中又要同时盖两个接收站 所以我们把数字摊开来看 就可以知道我们这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台湾现在大概一年 大概进口1500万到1600万吨的天然气 那到了2025年我们的能源转型的目标 我们希望达到50% 所以我们预计一年大概要2300万到2500万吨 左右天然气进口 我们需要天然气来替代煤炭 让空气更好 来碳排放减低 我们是需要的 可是我们把这些天然气接收站 一算下来之后才发现 其实产能利用力只有72%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盖这么多 两个人好好谈 我们可以把利用力赖拉高 可以少盖一两个接收站 我们还是要提出这个数字来解释 这是我们反对的地方 我们觉得说 我们的海岸已经70%已经破坏掉了 我们应该好好的把它保护住 因为毕竟最后 这不管是中油台电都是国家的 所以两个应该是 共同好好的把有限的 已经破坏了或已经开发了 真的为了我们经济不得已的 好好的去利用 所以我要先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做 这个消失的天然海岸 应该不要再做这些事情 那如果不要用天然气的话 有没有更进一步的绿能替代方案 你们也提出来了 叫做清能时代已经来临了吗 据说欧洲还有日本国家 都已经开始做 他们认为说天然气 反正只是一个过客 不能够当作一个主力 这个是不是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马上回来我们有报道提供给您 请别走开 我们在做的实验就是做一个 水分解的电解元件 直接拎着眼前仪器 准备开始实验操作 眼前这工是电解海水过程 目的是要把西子湾的海水 转换成氢 搜集使用 在我们使用的是大电流 所以在大电流下 顾名事情就会产生出大量的氢气 烧杯那时候看到的氢气 气泡量就是我们的氢气 那因为我们的电流数够大 所以我们的气体会进行扩散 溢散出来 所以那个烟也是氢气的一个来源 透过两个邦谱抽入海水之后 经过仪器转换 顺着导管引入到凉杯里头 可以看到凉杯有烟串出 而凉杯内的水出现滚滚气泡 这些烟跟气泡就是氢气 从水去水去转氢 是一个最棒的一个很干净的形式 尤其是出来的氢 利用燃烙电池把电收回来的时候 它们会结合成水 所以它们就不断在循环 那一循水就不断在循环 在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有效的去调节我的电力 而且我不需要用大量的电池 这是中山大学教授陈群吾团队 独创酸性氧化还原辅助成绩技术 透过电解的方式 将西九安海水转化成氢能使用 这一项技术高活性低成本 而且已经来到民生使用阶段 研究成果登上国际顶尖旗开 美国化学会能源快报 氢的能源议题上 它是在于当我们产生氢气的时候 氢气可以跟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去形成其他有用的有机物质 甚至是类似汽油之类的 所以氢气可以去减碳 是可以利用氢气跟空气中的碳 去反应 然后变成我们可以用的东西 所以它可以有减碳的效果 继续言谈充满对氢能期待 比起氢气是未来能源趋势 教授表示 比起其他再生能源 氢气更能有效保存绿能 电解水产生氢气 有鉴于过去除能 是能源发展的关键 氢能运用可以作为再生资源 除能解决方案之一 好 我们刚刚在报道当中 所看到的氢能发电 就被称之为终极洁净能源 其实在国外已经有很多实用的案例了 马上来看这张照片 大家一定觉得非常熟悉 没错 就是东京奥运的时候 那个圣火它用的是什么东西来当燃料 其实就是氯氢 对不对 而且根据你们报道 在选手村也大量的用了一些氢能 对不对 来取代 比如说搭配太阳能可以来发电 所以选手村里面的照明 冷气 还有热水等等 都是用这些氯能源 另外接驳车听说也是 是吗 是 我们看到这张图 其实它已经在示范一个 叫做最新的氢能的社会 它是用所谓的太阳能 产生的所谓的电力之后来产生氢气 然后这些氢气可以拿来做什么 像我们这样的接驳车 所以整个东京奥运选手村的 接驳车全部都用氢能 但它的圣火也全部用氢能 还有它冷气跟生活的部分电力来源 也来自氢 那它的概念就是 我们用太阳能跟风产生的氢 它是不会有所谓的污染的 它没有烂烧任何二氧化碳 接着它产生动力之后 像推动汽车车 在动的时候 它其实排出的是水 也没有二氧化碳 所以完全是用氢来 所谓的推动整个社会 不只日本是在奥运村也这样的话 像我最近刚去德国 德国也在未来三年内 它要产生100万吨的氢来 作为工业使用 这里还不是所谓的火车 公车 包括它的地生 科鲁勃 光铁 以后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 所谓的车子在动用氢气 可是它连钢铁也要用氢气 它为什么有这个概念是 因为钢铁如果用氢气来生产 它也没有碳 所以它连整个 所以可以做到真正零碳 对 所以这里就会有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氢能社会已经在欧盟 跟日本已经开始在实验了 我们台湾其实在2035年 我们也预计会把我们的 天然气的使用量开始往下降 不然我们2050年 我们达不到零碳的目标 那我们就会质疑一个问题了 既然我们在未来十几年后 就2035年 其实13年后 我们就不要再用更多的天然气 那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 要大量的天海照路 把我们的海岸线 做永久的破坏 然后把它破坏了 我们子孙就没有 就看不到我们天然的海岸 结果全部都水泥 可是事实上你13年后 你会慢慢的减少 甚至在欧洲跟日本这些国家 已经没有要使用这个东西 难怪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欧洲 日本 他们的这个氢能的脚步 走得相当的快速 包括了我知道 您刚从德国采访回来 也看到了德国的进展 但是台湾到底有没有机会 也来发展这个氢能 现在的进度到底是如何 据说以后在北 中 南 都希望有一个清古计划吗 像我们台湾以高雄来讲 或台中或台北这样的都会区来讲 第一个像高雄 高雄是一个钢铁重镇 那我们台湾的中钢 一年生产2000万吨的钢铁 它从盖高炉开始那一天 就是地生克鲁勃 德国的地生克鲁勃 教它怎么去操作锅炉了 所以当地生克鲁勃 德国的地生克鲁勃 开始在做所谓的轻人炼钢的时候 其实中钢也开始在做了 所以当中钢也开始使用 所谓的大量的氢气 像欧盟要三年用100万吨 然后它规模够大的时候 它就可以用在我们的公车 我们的火车 甚至我们的台积电 也用大量的氢气 在制程上面使用 所以我们台湾 其实从高雄的中钢 到台中到台北都会区 其实都可以改成氢气 像欧洲那样 就不用说 还要使用大量的天然气 当你大量使用氢气的时候 就会开始进入所谓的灵碳社会 好 非常谢谢国真 今天来到节目 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其实大家的观念 也必须要翻转 也希望台湾的能源 也能够来个大翻转 今天非常谢谢 当然我们今天节目探讨了 这个地震的天灾 还有人为建设都很可能 为我们真爱的台湾 带来无可避免的威胁跟隐忧 不过能够找一些提出预警 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让我们能够远离灾害 永保平安 今天非常谢谢您的加入 我是庄开文 我在提关点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了 拜拜